大家好,我是大哥,我是Tomi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现在我人在台北车站 今天呢,我要拍真心话开山系列 然后这一次想开山的就是 黑门市场 黒门市场 因为我看好多人 观光客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嘛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没有经验 比较没有去过的 所以这一次呢 从台北直接飞到大阪去开山一下好不好 就是大阪的自由行影片又来了啦 就是说从台北飞到大阪嘛 你们也是这样嘛 所以就是直接可以参考我的这一次的流程咯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check in好了 前几天呢,其实我已经买好那个机票了 那之前我是都比较习惯用比较晚 然后随便就是看到最便宜的价格就买 自以为这是最聪明的、最闲钱的方法 但不是 现在发现通过showbag的话呢 就是订饭店的或是机票 或是当地交通什么都很划算的 那我在这边先给你们简单介绍 怎么用showbag 你点进去showbag官网呢 就可以看到超多知名山楂 像booking.com、shopee、pchome、kkd等等 总共有多达800多间的山楂 11巨型、游、乐、通通都有 我在这边呢就要讲一个关键 只要透过showbag连接到你要的购物平台 照往常一样消费就轻松浓获得现金回馈金 例如呢我上次订台北到大阪的支票时候啊 是这样透过agoda买单前8000台币左右的 那就已经自动帮你装到1%现金回馈金 现金回馈的趴数是看你用哪个平台变动的 每个平台都会不定期加码 记得每次使用钱都上showbag看看 只要累计回馈满200元 就可以提令进你的银行账户中 那去日本旅游嘛一定需要也订饭店 我习惯用booking.com订房 这个优惠呢真的很夸张哦 因为我一直使用同一个平台订房 所以你看我的会员灯就是Genius Level 3 所以呢每次订房就有最高20%off的优惠 但是呢我这个陈浩全日本最要选钱的大阪人的我 还很贪心 就是透过showbag用booking.com订房的话呢 再加限时9%现金回馈 而且信用稿或行动支付原本的回馈也能够照常累积 平台自己的直扣跟会员优惠一样都拿得到哦 像这一次呢我订大阪饭店原价是3252台币 但是呢最后直扣后的金额就是2666台币 是不是很厉害 大家以后呢知道要怎么规划你的旅程了吧 赚到现金回馈趋发旅游室也超happy 现在呢透过资讯人的装序连接 还可以额外赚到100元的展利金哦 所以呢还没下载showbag的大家 赶快去下载吧 那么接下来就跟着Tomi开始 超happyの大阪自由行 bye 今天是烤肉饭 好的我们成功到那个关西机场了 那到关西机场之后呢 应该大家直接想去南巴那边吧 那用这个南海店吃的TOKURA BIT 都是最快最方便的 有看过这个画面 没有错 上次那个大概半年前 我拍那个大阪的影片的时候 也有做到这个的 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没有透过showbag 购买那个电子票的 这一次我进化了比较聪明 就是提前透过showbag 然后用KK-day官网就买了那个电子票 所以呢已经成功赚到2.5%的现金回馈金 而且不需要现场排队买那个车票的 很方便的 好 大家我们终于到了大阪的黑门市场 如果不是住在这附近的话 应该不会过来的 我无眠是这样子 而且我刚刚看市场的样子 真的全部都是外国人 我也是不能那么啰嗦嘛 就是洗衣机体验 然后洗衣机真心话开箱 然后到底这边可不可以推荐 因为好像很多我的台湾朋友 像YouTuber的朋友也都会过去这边的 所以开箱吧 这是有几家店 这是观光客币吃的 这是台湾的那些Vlog或是网站什么的写的 黑鲍鱼 还有一些海鲜 还有草莓大福 草莓大福?为什么要吃草莓大福? 除了店员讲日文之外呢 都没有听到日文 我也是讲中文的 黑鲍市场200周年 他们那个天花板很好看 刚刚我看到是那个红白的 可是这个又是不一样的原型 又找到草莓大福 草莓大福 草莓大福 我觉得 蛮可爱的 我当地人看也是觉得蛮可爱 一个350日币 整个市场我看的感觉 大概 50%以上是卖海鲜的 而且都是现场烤啊那种 大家看到了 最后面这一家是 每一个Vlog最推的那个鲍鱼 那个黑鲍鱼的 我看到为什么外国观光客被吸引 是因为 这边有八台 就是他们可能师傅直接这边 做刺身或是寿司 就自己可以选 就是想要吃什么样的料理方式 然后就直接在这边可以吃的 这个感觉确实就是 有来到日本的 然后吃刺身那种 就很开心的 那我也是今天假装观光客看看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点 应该是先选这个吧 价钱真的不便宜 这是3000日币 然后其他都是4500 然后也有7200 应该是看多分量吧 那我们点最便宜的好了 这是刺身的 因为我买的是最便宜的 所以只能做丼 好可爱哦 它这个碗很漂亮 金色的嘛 然后 很比我产生鲍鱼的分量多耶 大概我不知道耶 大概15到20片 然后上面它还加了这个 我学到一个日文 吃饭之前要说 我学到一个日文 吃饭之前要说 身为观光客 应该要学一些基本的日文 它这边还有这个酱油 我学到一个日文 我学到一个日文 这个葱花鱼鱼也吃一下 这有点刚刚结冰的感觉 果然还是好吃的 是这个黑鱼鱼的啦 其实价钱3000日币 是稍微偏贵的 可是我在娱乐的分量也蛮多 所以跟朋友一起分享的话 好像也还好 所以这个人也当观光客 Ko哥好吃吗 好吃好吃 小好吃 他的形容词都用完了 找到下一家 就是隔壁而已 又是海鲜 但是他们卖的是不一样 是生蚝 Kaki 请自己使用夹子来夹海鲜 然后画在那个篮子 有点像咸虚鸡 或是盐虚鸡那种概念的 这样形容突然好抬哦 这些牡蛎啊 都是分尺寸的 可能是XL或是L 这家真的生意超好的样子 OK Oyster one Grill 有 哈哈 成功点赞了 用英文 好久没有用英文 我发现这边的海鲜 真的每一家不是便宜的 像可能单价一个沙子要2500 2000 火鸭 那个干杯什么都要1000 什么的 看看味道品质吧 我刚刚点 我刚刚点的那个是多少啊 每一看价钱买单真的是死观观客的 天然 Iwagaki 就是最大的1000日币 123 谢谢 好 Hi 香港的观众 Hi Tommy Tommy 我们刚刚结婚了 咦 恭喜我们 哇 太恭喜了吧 你要吃海鲜 我请你吃 不用啦 我们刚刚吃了那个托罗啦 我刚刚已经吃了吗 恭喜恭喜 谢谢 恭喜 有点像蜜月旅行那样 对对对对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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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上次看了你饭跟天满的那一期 对 你们有去吗 有去啊 天满真的有去 就是看了你之后我就决定要去天满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看了你的影响 他喜欢喝啤酒 会不会太暗 我怕太暗 OK 我要 OK 有出来一点 对对对 有灯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不会 你们为什么来黑面市场 台湾 蛮多人都会推荐来这边 对就是好像每个观光客一定要来的 你觉得价钱相对来说比较 可以接受吗还是 我们其实昨天也有逛过几次场 我觉得 这里的价位会稍高一点 这个是做了什么 这个是 呃 我很害怕 因为他要去 就是一个天王寺的 Tommy介绍的烧肉店 我连他的名字都不太会念 因为我看Tommy还有特别鼓励说 就是店家要对台湾人要照顾一点 我就很感动 然后我就要去试试看 你真的有听到欸 我真的有听到啊 你点跟我一样的就是对了 5800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做蛮不错的 对对对 大家真的是看我的影片过来 大阪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故事 哦 我们的故事 那是因为是 然后我们想找到 大阪... 大阪关关政府的朋友们 有看到吗? 这个大阪关关大使 此一时欢迎联络我 我等待到大阪的观光大使 店家认识我 但是我还是会讲真心话的哦 这个真的超大的 你看哦 它有一片... 嗯 这个蚵仔也太大了吧 我要一口吃掉了哦 刚才一样啦 1,000日币虽然 一个3号的价钱来说是不便宜的 但是它味道是还不错的 好我要去签名了哦 哦好开心哦 而且是里面哦 谢谢 不好意思 这是这里的 谢谢 谢谢 好开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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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期吃不到我看 真的吗? 谢谢 1,2,3 你们来大阪吧 大阪人很热情啦 包含我 好机会来啦 有什么好机会啦 因为偷偷跟你们说 我自己准备这个 这个是我做的帖子 偷米其林认定 这个就是我自己一直都准备的 影片里介绍的 可能日本的好吃的店 我认定这个是好吃的话 就是我想要把这个帖子贴在这个门口 这个跟我林姆那个学弟一起合作的 他那个插画的部分都帮我做的 很可爱是不是 它是米其林的那个 Mishirama 有点像模仿 然后这边有写 然后中文就是 透米其林认定 因为刚刚那一家呢 蛮热情的 所以呢 我想要跟他们说看看 可不可以把这个帖子贴在门口 我做超多个 我总共做五十片帖子的 有点紧张耶 因为日本店家其实 你们应该知道就是有一些 比较延续 可能不太会接受我们做的这种东西啦 而且我也是打扰店家嘛 站那个店家的空间有点 要有自信 我们来吧 我没有太多汉汁了 很紧张哦 すいません 嗯 可以吗 可以吗 我其实有这些帖子 我做了这些帖子 哦 对吗 这是我的名字 这是我叫做的 Michirama Tomichirama 哦 我给你认识的店链 我给你认识的店链 真的吗 如果我给你认识 我给你认识 哦 我给你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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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這裡嗎? 可以再坐這邊嗎? 不好意思,謝謝 Tomi Chirin認定 謝謝,不好意思 它這個位置是很好的耶 就是店的前面,看板的前面耶 Tomi Chirin! 好吃! 我跟你說,看到這些啦 真的是日本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的國民節目那一種 但是我很喜歡那個歐少藝人耶 嗨! 好開心耶,我快要流眼淚了 很多人都知道 訂閱現在是78萬元,謝謝 中華園的方向來看 我看了很多地方 現在有東西,Tomi Chirin有東西 請問一下 大家拍照照片嗎? 很開心,我也很開心 好像是這一家耶 我在網路上看台灣人寫的文章 這個草莓大福是很推薦的 這邊感覺質感好的 就是比較有日式的感覺 我是第一次吃這個抹茶 跟這個大福跟草莓的紙盒 你們有看到嗎? 裡面有比較大顆的草莓 還有好像也有白色的暗口 然後外面就是抹茶粉 它的麻糬的部分是我覺得好吃的了 但是450日幣真的是 當地人不敢買 但是是好吃的啦 拍照起來也是感覺蠻可愛的 你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想要去天蠻車子 天蠻? 是看我的影片過去的嗎? 對啊 那Baby可以嗎? 天蠻? 很多喝酒,很多壞男人的地方 可以嗎? 大家從小就知道 什麼是壞男人 對對對 掰掰 嗨! 嗨! 最後一家還是想吃一下 比較好奇 因為很多人推那個關東局的店 就是這邊 在那邊就有現場做那個關東局的 嗨! 嗨! 你喜歡什麼嗎? 大福 四福 水汁是180元 那外面是130元 很便宜 有很多人在韓國嗎? 有很多人在韓國 有很多人在韓國嗎? 有很多人在台湾香港 有很多人在台湾香港 是兄弟嗎? 咦? 我們是兄弟嗎? 我們是兄弟 兄弟是男的男人 我們是兄弟 我們是兄弟 我也是可愛的 我也是可愛的 所以是 好想說的 我們是可愛的招呼和可愛的招呼 不然說什麼 哈哈哈 店的區分都是很大阪的那種 地方的感覺 因為大阪人真的很愛聊天 然後很愛開玩笑的 399元很便宜 有三種類的肉店嗎?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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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那這樣就應該很人氣 還有伯母的魅力 啊 我女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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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的? 哈哈哈哈 三種關東酒 那個阿姨 啊不是 姊姊幫我選 好吃非常傳統 非常入味的一個廣東酒 就是很像媽媽做的家長菜那種味道 我在黑門市場有很多店嘛 那為什麼這個店 或是那個店有名是有原因的 可能是服務 或是可能是他們的人情味 來吸引很多客人的 這樣 好我們剛剛在黑門市場嘛 這旁邊就是我們的飯店 我覺得這家飯店呢 就是很單純啦 就是地點很方便 就是黑門市場旁邊 然後南坡吃飯什麼的 都會去走路走得到 房間的話呢 說實話有點窄窄小小的 我覺得南坡附近的飯店都是這樣子 就是外面吃吃喝喝 逛街 然後逛到腿軟 回到飯店就是要休息那樣子的 重點是這個飯店原價是3252台幣喔 但是呢 只要透過Shopek訂房的話呢 可以剩下586台幣 這個真的好少喔 原本有的booking.com的優惠 再加Shopek的那個現席現金回饋 其實呢 今天早上比較早起 然後飛到大阪 然後直接拍那個市場 有一點累了 所以呢 先休息之後 再想一下 要去哪裡 我們隔一天了 今天來到的是 Kizu市場 因為想說 昨天我開上了黑門市場 比較觀光客區的市場 那這個Kizu市場呢 比較多是當地人會去逛的 而且位子也是蠻方便的 南海南坡車站 走路就大概3到5分鐘就可以到 隔壁而已 但是是因為黑門市場的那個 另一邊的地方 所以比較小觀光客會過來的啦 早上來的話 你們可以體驗這邊的 比較熱鬧的早市 魚市場那種樣子 因為現在是已經中午了 所以大家都要收店了 可是我看的印象呢 很多都是賣海鮮的店 蠻好玩的 就是探索的感覺 你看像這種大阪茄子 就是賣一些大阪的 當地的台州食堂 大眾食堂 就是很有日本的Fu吧 然後我剛剛看那個價錢啦 昨天我們在黑門市場吃了 黑鮪魚丼飯 3000日幣 你們記得嗎 這邊看菜單是他們寫 1500日幣 半價 所以我很好奇 那個品質跟 魚肉的量啊什麼的 都直接對比一下 餐廳裡面的那個 當地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Fu的 你看像後面 那邊是廚房嘛 然後直接坐在 然後裡面是大概10個人的位子 就小小的 我看外表啊 它肉片大概放了10片 大小一個是大概這樣子 我看這個分量呢 其實還不錯 當然是比3000日幣的 少一點點 但是 就價錢直接半價耶 不錯喔 這個好吃 鮪魚的品質來說呢 跟黑門市場差不多一樣 然後它上面放了 這個你看到嗎 這個梅子的粉 所以吃起來那個 梅子的那個 酸酸的香味也在 好吃好吃好吃 而且他們提供的是這種茶 這是免費的喔 這邊相對來說 價錢真的滿便宜的耶 好吧 好棒 另外我們點的是這個 肉巻卵 它那個玉子燒裡面 包了這個肉 很多牛肉 而且它還有加很多高湯 好棒 超好吃的耶 它這個是大阪名茶的肉巻 有沒有 就是甜甜的那個湯 然後裡面加了很多這個牛肉的 它那個醬汁是很有高湯味 日式高湯味 再加一些這個蛋的甜味 跟肉的那個濃味 蛋是有點半熟的耶 欸 大家可以來這邊點 可以點這個 肉巻就是大阪名茶喔 你們來大阪可以吃吃看 今天我們來吃吃看 台湾經常生活在台灣 現在我是大阪人 但是我已經是大阪人 已經過了4年了 日本的文化 都介紹過了很多 都市長都在吃吃看 都市長都在吃吃看 一応78萬人看見 超棒 超棒 都是西蘭的 全然吃吃看 你沒有養殖 所以你沒有養殖 才吃吃看 吃看 油也有但是 好吃 這個 是新的 是國產天然的 第二 《富富富的日本》 哇 超級的 摩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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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男人,所以我拍照的方法 視聴者也會喜好 所以我都在一場合作的聯繫,所以我可以提供的安心 但是,既然我拿到飛行機,我希望吃東西 價錢也很便宜,很便宜,不是最好嗎? 我頑張得了 大家覺得這家店挺可愛的 大阪的傳統市場真的太可愛了吧 人都很有熱情、很熱情味的、很可愛的感覺 TOMICHERAN 叫做TOMICHERAN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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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一般是TOMICHERAN認定的 很美味的,可以放在這裡嗎? 你會被揉的 我可以被揉的 你不能揉的,不能揉的 你不能揉的,你不能揉的 你不能揉的 你能揉的嗎? 我揉的,我揉的,我揉的文字 沒事沒事 這個最重要嗎? 對,這是TOMICHERAN的 TOMICHERAN的是大事 哈哈哈 謝謝,哇可愛 我們又多了一家 就是貼紙的TOMICHERAN認定的 因為這家真的滿不錯的 大家來這邊可以拍個照什麼的 好,大家怎麼樣? 這一次呢,直接開箱了 大阪的兩個傳統市場 那真心話,剛想 黑門市場呢 我覺得價錢當然是有點高 但是,就是一次可以買很多東西啊 然後一次可以吃很多海鮮什麼的 這個部分我知道確實滿方便 而且,全部都是外國遊客嘛 所以,點餐啊什麼的 就是比較方便 那,當地市場的KIZUICHIBA 大家也有空可以過來看看 這邊KIZUICHIBA也其實有一些外國觀客來了 所以,那個中文財產啊什麼的都有 我剛剛有看到了 而且,我這一次也是分享了 怎麼樣規劃日本旅遊的話最划算 就是要透過SHOPPAC訂什麼 當地交通機票啊飯店什麼的話 就直接輕鬆可以獲得現金回饋金 我這一次的這個旅程呢 總共撞到了586台幣的那個現金回饋金 已經在我的SHOPPAC賬戶裡面可以提定了 我這個超愛賢錢的大阪人也很滿足 那SHOPPAC的詳細資訊呢 我都放在這部影片裡面的資訊 有興趣可以看哦 趕快跟TOMI一起享受最划算 最好玩的日本旅行吧 好,那就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掰掰 好開心哦 TOMI CHILIN那個帖子 陸陸續續,很多日本各地 我的臉 米其林的臉貼在門口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知道 可以跟那個拍照 然後泰國之類的 喔,超開心的 以後會我貼全國 日本全國 然後我全部,整個都是我的臉 BYE